刚刚上面我们讲了一大堆 跟Reinforcement Learning有关的术语 讲完了很多 请各位回去有时间的时候 慢慢去吸收那些名词 那些名词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有关于强化学习来说 我的讲义分成两个 一个是我这一份要介绍给各位的 一般强化学习 我还有另外一份讲义是在讲深度强化学习 也就是说用深度学习的模型 来去把它套用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身上 这两边它里面所用到的术语都是相同的 所以说这个名词很重要 请各位务必要先把它搞清楚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谈一下 有关于Reinforcement Learning和方法的分类 Reinforcement Learning它的发展历史 其实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说已经有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方法 被提出来了 那我们先对这些方法进行分类 那基本上整个强化学习的方法 可以粗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做Model Free的RL 另外一个叫做Model Base的RL 这Model Base跟Model Free我后面会来跟各位做解释 现在我先不去提它 那以目前常被使用的RL来说是以上面这个Model Free的RL 比较多 所以说在这个区块底下的相关的方法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多元 那有关于Model Free的RL来说 又可以被区分成几大块 首先呢其中有一块是Policy Base的RL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类型的RL 叫做Value Base的RL 那有关于这两个不同类型的RL 它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以左手边这个Policy Base的RL来讲 它主要是在训练一个Actor 也就是说呢 它是针对你的机器人 针对你的电脑进行训练 把你的电脑训练成一个很会挑Action 很会挑动作的一个Actor出来 好 那另外一个这个Value Base呢 Value Base的RL来讲 它主要是在训练Critic 也就是说呢 它主要是在训练评论者 这评论者就是我们前面 刚刚所提到的那些价值函数 不论是Action Value Function 或是State Value Function 它都是属于评论者 属于Critic 那Critic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出嘴巴 它只负责评估 现在你所挑选的Action 好还是不好 或是你面对的状态 好还是不好 那至于说呢 该怎么做 还是由你Actor去做决定 OK 好 那其实呢 以现今比较强的RL方法来讲 是这两个的混合版 OK 就是这边的Actor加上Critic 这个混合型的方法 是比较强势的 那目前呢 也比较多的这种应用呢 是利用这一类型的方法 进行应用的 那当然啦 因为这些方法很多都是牵扯到 深度强化学习的方法 所以说在我这个单元里面 并不会直接介绍给各位 那我就把这些相关方法的概念 就是跟各位做一个简要说明 好 那在谈这些相关方法之前 先跟各位讲一下 那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像这个阿发购来讲 阿发购的话 它是属于哪一种方法呢 基本上阿发购 它是极大层的做法 所以说阿发购 它并不是只是用单一一个演算法 来去进行学习 来去做下棋的工作 它是有许多机器学习的演算法 集结而成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首先呢 现在还跟各位提一下 Model Base RL Model Base RL呢 光看字役就知道 其实我们是针对现有的问题 去做模拟 去把它给Model化 有关于这个Model Base RL来讲呢 我们必须要对问题的环境非常了解 也就是说呢 这个问题环境当中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什么环境状态啦 动作集合啦 这些相关的讯息 你都要非常清楚 OK 当你今天清楚这些相关参数以后 你就可以去建构出一个模型 来去模拟这个环境的运作 那因为我是用模拟的环境进行运作 因此它的指引效率比较高 就像三王工业 他们准备要跟湘北队比赛之前 前一个晚上 他们请他们过去毕业的学长 组成一队 具有湘北特质的球队 来去跟他们对答 这就是属于Model Base的做法 Model Base学习方式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那这Model Base的RL来说 有哪一些相关方法呢 有这一些 比如说Parsy Iteration Value Iteration 好像蒙蒂卡罗的搜寻方法 乃至于说Model Free的一些方法 它都可以转换成Model Base的方法 为什么呢 其实Model Base的方法 跟Model Free的方法 最大的差异点就是 我可以把环境模拟出来 变成是一个模拟的情境 来去run这些相关的RL方法 OK 所以说有关于这个Model Base的方法 其实还蛮多的 那只是说呢 有关于这个Model Base的方法 是有它的问题在的 什么问题呢 有关于这一类型的方法 你必须要对整个问题的环境 有所了解 你才有办法去模拟出一个 近似的环境 来去进行好的学习工作 可是如果说 今天你的环境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你的环境是什么 转移几率啦 奖励函数啦 甚至说某一些任务 它到底有多少的状态 你完全都无法掌握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难 去模拟出一个好的Model出来 那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模拟出好的Model时 就没有办法透过Model Base的方法 去达到良好的RL学习的功效 你就做不到 所以说其实有关于这个Model Base的RL来说 它的通用性不高 因为通常强化学习所面对的问题 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你找不到一个好的模拟的Model 来去模仿它 然后进而去做好的参数学习 这点是做不太到的 好 那既然Model Base的方法通用性不高 那你就直接跟真实的环境硬干嘛 所以说底下这边就是Model Free的RL Model Free的RL来讲 此类方法它就不需要依赖 去对环境进行模拟 不需要 所以说这种做法来说 它的通用性是比较高的 可是相对来讲 因为你的环境是真实环境 环境只有一个 所以说这个学习来说 它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它的效率是比较慢的 那我们就往下来看 那有关于这个Model Free方法来讲 又可以区分成三大类 一个是Parse Base的RL 一个是Value Base的RL 以及混合型的RL 那我就来看一下 这三大类型的RL 分别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来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Value Base的RL Value Base刚刚有跟各位提到 这Value Base来讲 指的就是Value Function 价值函数 那这Value Base的RL来讲 它主要就是找出一个价值函数 拿这个价值函数来当成是评论者 然后再利用这个价值函数 去改善目前的Policy 所以说这个价值函数来讲 就有点类似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他跟你讲说 目前的状态是怎么样 然后前锋后卫要干什么事情 这样子我们最后就可以打赢 这场比赛 他负责出嘴巴 然后呢 球员你是负责上场去打 OK 所以说呢 这就是Value Base的RL 主要要做的事情 所以说 训练出一个好的价值函数 是主要的关键 因为呢 好的价值函数 就像一个强的教练一样 他有办法带领这支球队 从逆境中去赢得这个球赛 OK 所以说呢 一个好的价值函数可以帮助Actor 去找到最佳奖励总和的结果 OK 好 那我们往下来看 有关于这个Value Base的方法 他的基本思想是 这个Value Base Function来讲 他可以根据当前的状态S 计算出 采取每一个动作A的相关价值 这价值找出来之后呢 然后根据 F-Long-Greedy的方式呢 来去选择相关的动作 并且我可以去评估这个动作 对于我完成这个游戏 或是完成这个专案 是好还是不好 我可以做这方面的评估 那只是说 有关这个Value Base的相关方法 它是适合用在离散 且范围有限的Action Space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Action相关的动作 不能够太多 因为我们这个Value Base来说 它会去计算所有Action的价值 然后呢 在一个回合内的所有Action 皆可以逐步评估 并且更新 所以说呢 你Action Space里面的动作 不可以有太多 好 那这一类方法呢 通常会有一个确定的策略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Policy来说 当你今天遇到某个情境的时候 你会挑选某一类的动作出来 但是通常来讲 我们所使用的策略 是属于随机策略 也就是说呢 当你这个时间点 遇到某个情境 你可能会挑A动作 可是呢 你在下一个时间点 又遇到同一个情境时 你不见得就会采取相同动作哦 你可能会采取其他的动作 OK 这是我们在真实问题当中 所谓采取的是随机策略 但是呢 以Value Base来讲 他希望你这个Policy 是属于确定性的Policy 也就是当你今天遇到同一个情境 同一个环境状态的时候 都是采用相同的Action 这样子他在对Action做评估的时候 每一次评估出来的Action的结果 就可以保留下来 让后面的情境来做使用 他就不用重新去做评估 这样子他的计算量 才会变得比较少 OK 这是属于Value Base RL的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Value Base RL的相关方法 有哪一些呢 有底下这一些 这些方法里面 我打蓝色写体字的部分 是在我的讲义里面有介绍到的 像这个QLearning Sasa 还有EQN来说 都是在我的两份RL讲义当中 有提到的方法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先去看一下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类型 叫做Parsy Base RL 那什么叫Parsy Base RL呢 基本上他是直接用Parsy Function 也就是这个策略函数 来去训练Actor 来去训练球员 那这个Actor 遇到某个情境时 直接去挑选 相对应的动作出来 来去完成他的游戏 OK 所以说呢 以Parsy Base的方法来讲 他的基本思想是 Actor直接根据 当前的状态 来去选择动作 来去选择Action 然后在这个情境底下 他并没有Critic 可以帮忙去评估 后续的胜算 也就是说就有点类似像 湘北队在某一场比赛的时候 因为安息教练心脏病发作 去住院时 这个时候只能靠这些球员 当下临场发挥 OK 那这个就是在没有Critic的情况之下 这些Actor只能靠当下的情况 去采取相对应的动作出来 因为呢 刚刚有跟各位提到过 以教练来说 他可能会做一些评估说 当我遇到这个情境 或是采用这个动作的时候 对于打赢这一场 比赛是不是有帮助 教练或我们讲 Critic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实际上Actor来说 因为他是上场比赛的人 我们讲过当局者迷 当局者你没有办法去预估 当今天采行某个动作之后 对于我整个游戏 后续的胜算评估 所以说呢 他只能采用这个 Policy Based的方法 来看说我当下 应该要采行什么样的动作 对于我目前的胜算 是比较高的 他只能做这件事情 好 所以说以这个Policy Based的RL来说 他比较适合用于大范围 或是连续的Action Space 所以说你这个Action Space里面 如果他的Action很多 范围是很大的 那你可以采用Policy Based的做法 或者是呢 在Action Space里面的动作是连续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打方向盘 打左转45度 左转46度 左转48度 这些动作全部都是连续的 这样一个连续的Action Space来讲 也很适合使用Policy Based的做法 来去做处理 好 那此时呢 Policy Based的RL 一般只会给定 较佳的Action 是当下较佳哦 这个Action对于你完成整个游戏来说 是不是真的最好的 不敢跟你保证 不敢跟你保证 好 所以说呢 以这个Policy Based的RL来说 当今天完成一个回合的游戏时 所有的Action才会更新一次 所以说呢 以这种做法来讲 他容易收敛到局部追加界 来 那有关于这个Policy Based的RL 他有相关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像个Policy Gradient 或是PPO 或是TRPO 这些方法都是属于Policy Based的RL 那至于说Policy Gradient 这个方法 我在深度强化学习的那份讲义里面 有提到 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先去参考一下 来 那第三种类的方法就是 前面两种方法的混合体 OK 也就是说呢 有一些方法 他是具备 Policy Based的方法 也具备Value Based的方法 就是 球员兼教练的意思 所以说呢 这些方法 以目前的RL来说 也是比较强的方法 像这边的Action Quality的方法 或是A3C 这些都是属于 现今比较强的RL的模型 OK 那各位 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考一下 这两个不同类型的方法 其实有关于RL方法的分类来讲 还有另外两个不同的角度 一个是Unpolicy 另外一个是Off-Policy 所以说呢 学习者是静腾光 而且呢 跟环境互动的也是静腾光 所以说呢 此时呢 静腾光 它就是采行所谓Unpolicy的RL 因为这个时候呢 用来学习的Actor 以及用来跟环境互动的Actor 是相同的 那此时呢 这两个Actor 他们所使用的策略 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属于Unpolicy的RL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Unpolicy的RL 在进行训练与更新 相关参数的时候 它只能使用 当前策略Pi 所产生的相关样本 来进行参数的训练 而且呢 当更新完相关参数以后 需要在3Sample 相关的训练资料 来进行新回合的训练工作 也就是说呢 假设索为跟静腾光 在一盘棋下完了 静腾光会接受相关的指导 所以说呢 当这一盘棋下完以后 必须要把这个 现有的棋局 整个重新打乱掉 重新做新一轮的训练工作 OK 有关于这个Unpolicy的做法来说 相关的方法 有底下这一些 比如说像SASA SASA-Landa 以及Parsy Gradient 它们都是属于Unpolicy的方法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除了这个Unpolicy的方法以外 这个Unpolicy的方法是什么呢 Unpolicy的方法指的是说 用来学习的Actor 以及跟环境做互动的Actor来说 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属于Unpolicy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就像右下角的这一张图 如果各位有看过麒麟王的话 应该知道 它是索为在跟塔死形阳 在网路上进行对异 OK 那他们在对异的过程当中 静腾光它是站在旁边看 所以说你想想看 学习的人一样是这个静腾光 但是呢 跟左围互动的变成塔死形阳 所以说呢 此时这两个Actor是不一样的哦 好 那所以说呢 这个Opacity的特性是什么呢 当训练与更新相关参数时 不一定使用当前的策略拍所产生的样本 而且呢 当更新完相关参数以后 我们不一定要再重新resample训练资料 那我们可以reuse相同的资料 来进行新回合的训练工作 这两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第一段话这个地方 当今天塔死形阳在跟左围进行对异的时候 塔死形阳所采用的策略 一定会跟静腾光脑袋当中的策略不一样 所以说呢 当他今天下某一步棋的时候 可能静腾光会吓一跳 想说怎么会采用这种策略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当我们在训练跟更新相关参数的时候 不一定使用当前的策略 来产生一些相关的样本 而且呢 当你今天这个棋局下完以后 这个棋局不用再重新打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棋局所得到的这种训练资料 对于静腾光来说 它是有学习意义的 因为毕竟这一盘棋不是他亲自去下 所以说呢 他可以去看这一盘棋的这种下棋策略 来去增加他的棋益能力 所以说呢 有关于这个训练资料是可以reuse的 可是相较于前面刚刚的这个 on policy的做法来讲 因为呢 左围跟静腾光他们之间是直接对弈 而且静腾光直接去做学习 所以说呢 在做训练以及参数更新的时候 他只会使用当前策略 所产生的样本来去进行训练 OK 而且当参数学习完毕之后呢 你这一盘棋你这个训练资料要重新布局 因为呢 这一盘棋下完了 对这个学习者来说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这个棋局就是他下的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要再重新设计出另外一个棋局 这样子才对静腾光来说 是有学习上的一个价值 OK 所以说呢 有关于当下的棋局 他是没有办法再reuse的 所以说这是有关于on policy跟off policy之间 不一样的一个特性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关于off policy的做法来说 有哪一些方法呢 比如说像这边的QLearning DQN 还有这边的PPO 以及TRPO来说 都是属于off policy的做法 那至于说off policy的相关方法来讲 我们会介绍 QLearning以及DQN 那剩下其他的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网路上的相关资料 好 那我们就把刚刚前面所提到的一些方法 以及我帮各位做了一些分类 我们制作了一张表格 让各位做一个对照 那这个对照的内容 我们就让各位好自己去看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感谢观看